那我们接下来我们邀请陈飞庭候选人 欢迎 两位政长候选人 后面还有很多的议员候选人 代表候选人 各位媒体记者 还有我们的主办单位 大家好 我是陈飞庭 先议员登记第五号 那这次参选议员呢 对 先自我介绍一下 小弟是瑞穗人 那现任是我们瑞穗温泉 公共产业协会的理事长 那对于其实南区 我一直在想我们有 拥有全花莲最好的天然资源 都没有得到最好的对待 还有资源的分配不公 那因为南区 你像以我们内税 我们有泛舟 我们有温泉 农产品有文旦 有蜜香红茶 有非常非常多丰富的农特产 那玉里有玉稀米 副里也有稻米 那这些东西其实 在 其实还蛮可惜的 像在我的证件里面 有一条很重要的就是 以特定木地 西洋地来兴办农产加工的部分 因为以光复以南之后 我们是所有的位置 都没有可以做加工 农业加工的场地的地幕 那这个也是最 坦白讲对于农业大政 最痛最痛的地方 为什么 以现在我们的苦茶油基地来讲 它必须还要把我们的原物料 送到桃园 送到外地 那最近的这个长冰 好像它的合法性也不太适用 那这个部分其实对于农民来讲 那个都是成本上的增加及负担 那这个部分我们要去做争取的 就是先以新办计划 然后做特定木地 西洋地做变更 来协助农民取得 那有可能我们来协调财园署 来去释出这些土地 让农民能够得到这些东西 以像我们现在 昨西现在那个苦茶油 花了几千万在那边 结果无法取得我们的那个工厂登记 那其实还蛮可惜 就变成蚊子馆了 那个这就是规划者 他必须要去注重的东西 一直以来 他们都没有把 整个通盘检讨完之后 然后再来去做规划 做执行 导致于是说会有很多东西 包括经费的浪费等等的 那在观光的部分 从我三年前上任 那个温泉光协会以来 那我们也把所有的 温泉记拉到我们南区来 好 以上谢谢 时间有限 谢谢 谢谢